皇子娇19日遭报涉嫌性骚 她在开直播谈成道歉后 随后传出她在家里自残被紧急送医 让一票人都很是担心她的情况 而昨日在事发后 她的老婆梦耿如也在第一时间出面回应媒体 我们是一家人发生什么事情 都会一起面对弥补过去的错 并一直陪在老公身边 而先是被送往台北长庚的娇哥 在昨日晚间被转送至林口长庚 20日凌晨 梦耿如经纪人就表示 娇娇在家护病房有短暂清醒 虽然无法言语及表达 但目前已经没有生命之余 谢谢大家关心 没想到稍早皇子娇又传出一低调出院 对此梦耿如经纪人也再次发生 不好意思让大家奔波了 我们会面对不会逃避 但请给耿如一点时间 并未对出院与否做出正面回应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